大家欢迎收看这视频 现实是2月24号 2点多凌晨 2点差不多4时 2点20度 这视频讲一下这些东西 大盘石油黄金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世界疫情开朗扩大 市场恐慌 我是用这个标题 我觉得非常符合 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那么我现在就是要在危机中 危机中找机会 危机中找机会 回答一下石油 回答一下石油 因为这个受到个问题 你关于问到石油 你说这个关于测场 你问我有什么想法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 我是怎么看 你刚才用那个Shooting Star 我觉得你说 你看到那个Shooting Star 我觉得 那我想你应该是用日线 日线有那个Shooting Star 但是如果用周线的话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石油的话 我当时有讲过 比较适合做中长线 我等一下讲细一点 我关注了一些短线的股票 大概可以注意到 我上周所说的那几个股票 基本上大多数都符合我的预期 比如像UTX还有RTN MOS涨了非常多 有涨了多少 MOS涨了非常多 大概有涨了 我忘记了 很夸张 这个有点意外 这个没想到 MOS打了这么多 4.3.9 3.9 3.3.9 其他都还不错 ABGO我今天也进了一些 还有其他好几个股票 RTN最特别是这两个RTN 这个UTX真的是反弹的 非常非常的 非常漂亮 那我现在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吧 我上周有这个东西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你看 可以看到我这里UTX又买进去了吗 是吧 UDX CSO NBL止损了 FWU RTN ABGO PEG是我三个星期五那天用 一个挣了一个挣了一个单子吗 跟大家说一下吗 51.15吗 这个这单有点意外 我之前没有想到会涨这么多 跟大家分享 说一下 我是在57块72吗 第二次是58块72 平均价值在这里吗 然后卖的时候是在这里 这里 那么我在 就是大家看一下 在星期五就是21号那天吗 这边涨了非常大 我当时觉得已经达到我的预期了 其实已经超过了预期了 像这种这么明显的 有没有可能继续上升 当然有可能 但是呢 我觉得已经达到我的预期吧 然后想想也有大概是非常漂亮 这一单 有等的大概是123456789 大概是等了差不多快两个星期吧 这一单吗 是51块4毛4毛5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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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看错了 是59块92 分两次吗 第一次早上先卖了一些 后来看到它下午啊 就是我在这里卖掉的时候 看到它下午继续往上升吗 到了尾盘最后那一刻附近 我准备全部测量 保留一些资金吗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知道市场非常的不稳定吗 不稳定吗 我觉得也涨了好几倍 这个Rips Review Ratio 已经到了预期了 非常的漂亮 这一单 然后我也考虑到它的业绩报告 也马上快出来了 是在是在多少啊 你看一下是在几号 26号等于说过几天吗 所以说我当时 真的不错 非常顺利 然后下一个说的就是跟大家 这是我挣的单子吗 然后另外一个是亏的单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NBL NBL这个你看一下 我其实是在 NBL这个吗 是在18块4毛5支损 18块4毛5吗 但是它给我的价格是18块2毛2 跟大家说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其实 在这里买进去吗 然后止损在这里 止损吗 大家看一下 止损在这里 我原来设的时候 是在这里止损 我设我设是market market start last market price 也就是说 凡是价格能够低于这个地方 以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去吗 我不用limit order 就是因为怕会出现一种情况 因为我当时如果用limit order的话 会有出现一种情况 就整个单子是失效 有时候因为有时候 limit order大家知道 有时候如果你价格 市场太偏会有 大了一个缺口的话 有时候它整个order是废的 没有用吗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那么我就用那个market price 那我在当时是在18块2.2 测掉 测掉之后 因为虽然说我价格在这里 当时开盘的最好的价格 凡是低于这个价格 当时他就给我这个价格了 所以说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你知道吗 虽然说这里差一些 但是还非常满意 如果我说不用这个order的话 当时你可以想象更长 到了17块9.5 所以这个大家说一下 不过还有这个亏的 因为它本身我起点 起仓的量比较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同样是 就是上个PEG的所增长的 远远超过这个亏的 因为它这个 我已经还不是全部加进去 这个position还不是完整 所以说我当时其实考虑到 如果它再上来 我就没再加进去 不过它没有上来 我就不加码了 就这样测掉了 所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车 其他就没什么可说了 就是ITN XUTX都在一个不错的价格 但是我现在的看法 就是说很有可能 明天我估计会有几单 我可能有一半的单子 会被止损 但是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因为我 我等下再说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大盘 等下再联系一下 我现在脑中在想什么 就是讲到这个话题 在危机中找一机会 好吧 我先去看看大盘什么情况 那么大盘现在就是开牌 一直现在接到这里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没有什么意外 这个地方目前就关键的价格 在这里 key levels pivot point 现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再下来就转到这里 再下来就转到 我现在就我的观察 这个点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这个点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关注的 我就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用到hour chart 我们可以看到到这个地方 斜上去 这里也是一个可能市场 有可能会反弹的地方 那么现在的价格 就是在这个地方 关键的价位 现在横过来 到这个地位 现在的话价格暂时下来 暂时下来 但是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比较忙 应该可以注意到 这个地方吗 整个小小的渠道在这里形成 那么现在市场已经开始反弹 这里是底 所以说现在待我看来 这个顶是目前这一带 这个level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现在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我们现在录视频的 此刻是2点29分是吧 我在此刻吗 2点半价 怎么现在已经开始反弹了 等于说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的这个key level 市场的挣扎吗 就开始 如果这里 这个地方我看法 如果说这里地方啊 再跌下去的话 那就是接下来应该要轮到 差不多 看一下 差不多要轮到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是在 其实这个地方更好一点 这个地方 下一个如果同等级的 这个地方下一个 同样等级的 一个 sport level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在33 3235这附近吧 这个地方关注一下 再下来就能到这里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但是目前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看看 这一道防线能不能够下来 OK 那有些人会说 你为什么去做东西呢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 去做这个大盘 你为什么还要去看这东西呢 我其实跟大家好像这样 我先解释一下 以前老观众应该有执着 就是说 我就是利用这个关键的地方嘛 如果key level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到了这个地方 我一般来说会 我操作个股的时候 我经常会满仓 或者说我杠杠能够用到极限嘛 一般来说用很大 如果说一般来说 在这个地带 我一般会用小一点嘛 一般来说 我就在key level的时候嘛 我觉得市场 比较有可能反弹的时候 我一般来说胆子 比较大一点 虽然说我没有直接操作大盘 其实前几天有超过一次嘛 在这里嘛 已经止损掉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已经测掉了 很久已经测掉了 所以说这就是 我大盘就是说 也是有关注的 虽然说没有直接操作大盘 现在就大盘基本上这样子的 比较 现在的话 整个盘面来说 还是非常的清晰 非常清晰 现在看看石油 黄金也蛮缩下吧 黄金 我其实不怎么来说 因为黄金 一般来说 像我的操作 只是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差不多一旦过了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会 就变成一种叫什么 叫做这个叫 break out 就是break out的话 一般操作的习惯 就是你直接跟上去 是不是直接跟上去 比如说 这里 如果说有些人 这里买进去的话 那么现在的话 理论上讲 止损应该是在这里 就是叫trading star 直接跟上去 现在的话 support应该在这里 接下来 明天如果能够坚持在这个地方 那就把support放在这个什么 这个star last 就移上去 移到这里 就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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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上去 就是 就是说原来的话 就是回顾一下吧 就是说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买进去 到这里 support 这个star last在这里 然后再移上去 一点一点 移上去 这里移上去 每次的consultation就移上去 再再一次consultation移过去 移过去 移过去 这就是很典型的 这种break out的 这个trading star方法 下一个再说一下石油 但是一般在这种环境 这种旁边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会在这种场面 进场 我通常都是在 就像一棵树 当它还是发芽的时候 还是一个种子的时候 我会进场 一旦它变成餐天大树 像这种就是已经变成一个餐天大树 我就已经没兴趣了 要么就是在那种起点 最开始的原始状态 我才会感兴趣 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的操作希望 下一个是石油 石油的话 OK好 我现在直接开始说石油 然后就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我的看法 就是回答一下石油 首先说这样 因为你刚才说的是shooting star OK 那我shooting star 我会在这里看得到 OK 现在在这里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shooting star 是吧 OK 这是这个candle 确实 确实非常典型 这是一个是非常标准的一个bearish signal 其实这个地方你自己应该可以感觉到 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代support resistance 其实眼睛可以看得到 你当初的话 一种保守的方法 就是你在这里 你说你是在50块买进去超低 OK 非常好 你价格拿得不错 那你这里买进去 就如理论上讲 其实你第一次可以在这里 如果你当时担心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先测掉一半 或者说75%或者50%都可以 那么你既然已经错过了 好 就是说你首先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resistance是非常明晴的 那么你现在已经错过这地方 你现在价格已经降下来 你的问题 你是说 可不可以 要不要在52块这里卖掉 OK 然后我首先 OK 那我跟你说一下 就是我一开始 我觉得这个 这个 OK 我再看一下 OK 如果说是做日线的话 我觉得其实当时 理论上讲是可以在这里 全部测掉 或者至少测掉一大半 几乎全测掉都可以 然后再把这个 你这个另外剩下一半 这个star loss移上去 移上去哪里 理论上讲是移到这里 你在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目前的价格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吧 一个 一个也是一个 这种震荡 这个 现在已经刚刚好是在 是在这个范围 非常非常 刚刚好在这个范围嘛 是不是 但理论上讲 当年最佳的状态 你应该在这里卖掉 剩了一些 在 然后把这个 star loss 设在这里 然后现在的话 就说到这里 就逐进逐进 移上来 这里 其实这里 这里移上来 移上来 移上来 然后的话 一直等到它 如果它这里自动打下来 那你就止损了 就是自动的 training start 已经OK了 那你得说 你的平均价格 你的平均的 这个卖的价格 应该是在 53块左右附近 理论上讲 是在这里吗 OK 那么 其实如果 但是我原来 对这个石油的想法 是做周线 然后如果按照周线 就是中长线的方法 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把time frame放大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明显 我就很明显 可以看得到 现在此时此刻 它这个bar就不叫 不叫那个 shooting star 这个是doji吗 bullish doji吗 就是很典型的 还是属于bullish signal 但是它是有点像 indecision 但是还是 总的来说 还是green 还是向上 就理论上讲 还是bullish signal 就不是你刚才说的 shooting star的 bullish signal 就是相反 OK 理论上讲 如果是周线的话 其实是可以 这是我个人见解 首先说一下 这是我个人见解 理论上讲是可以 再放一段时间 先看一看 再放一段时间 那止损的话 当然是在 大概止损是在49块2毛这附近 49块2毛这附近 OK 就是这样总结的 OK 但是你居然说 你现在是 说日线 此时此刻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说我很想 撤出去的话 那么我会把 这个star loss 移到这里来 就是在 差不多是在 51块5毛7这附近 OK 至少 至少 那么或者说 还有一种想法呢 就是说 或者更保守点 就是此时此刻 马上撤掉 sorry 马上先撤掉50% 先撤掉 OK 我等下 我这样理解吧 我说这样 如果说 完全没有信心 害怕的话 那就是此时此刻 这个马上撤掉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 有一种就是觉得 可能会觉得 他还会上涨 就是可能他这里会 会利用在 这个反弹 上走的话 那就是先撤掉一些 然后剩下的一些 把那个star loss 移到这里来 OK 我就这样是想法了 然后现在看看 世界疫情的扩张 市场感到恐慌 新闻没什么可说 大家都知道了 是吧 这个最近没有什么 其他可以关注的新闻 然后现在总的来说 就是说 中国这边 很多的地方开始复工 很多城市 今天包括甚至武汉 都已经开始 有的人可以 向外 就是 没有像之前 刮得那么严呢 就是 有的人可以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或者有工作的话 可以离开 可以离开 离开湖北 我今天有看到新闻 包括很多地方 北京上海 我都看到很多地方 店都开始开门了 但现在有些人是说 觉得你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导致疫情 重新感染 那我们看着办吧 是不是看着办吧 对不对 这个我们看着办 那总的来说 市场啊 理论上讲 这种解读是正面的 那包括现在 治愈的人口 在不断上升 这个其实就 基本上就 趋势非常明显了 这个就不用 我就不用带出 现在这个市场 担心 今天是因为 其他国家 包括我们看到 意大利 日本 日本 意大利 还有什么 韩国 韩国非常严重 现在 对 韩国 意大利 然后 包括像以色列 好像有 有这个情况 但是是 就一个人好像 还有包括伊朗 也已经死了不少 也已经死了几个了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市场 就是比较 所以我们从CNBC 还有几个 主要的解读 现在是说市场 是比较担心 其他国家 就是这种 这个控制的 这个能力 这点比较担心 因为 现在他们 这些地方 都没有像中国那样 如此的严格 就是 强行戴口罩 就像前几个星期 那么严 我们看着办吧 看着办 然后 对 现在就是复工情况 还是继续 我们接下来就是 双方的话 就是对比 我现在肯定 有看到新闻 说中国 现在已经开始 出口一些 不是出口 就是免费 就是援助 日本 口罩给日本 我接下来估计 应该快要 开始帮韩国了 现在这里是意大利 股市款价 已经蔓延到欧洲了 其他我就不想 他讲太多了 没什么可说了 那么现在 其实最重要的 是说如何在这危机中 找机会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所关注的一些股票 OK 那么 还是那句话 我再 说下 我前几年的一些说法 我们先看看大盘 整个从最高点 到最低点 我刚才算了一次 我们最高点 最低点 从这里3400 到现在这个地方 差不多是多少呢 120 除以3400 等于说 我们现在从大盘 最高点到最低点 现在此时此刻 回落是3.5% 其实没有多少 我去回顾一下 你看 就从这里到这里 但是这个地方更多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地方 也还好一点点 但这个地方 你看看 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2019年 大家看一下 2019年当时 珠美贸易打的 比较火热的时候 你看一下 这里 这里降的幅度 大家看一下 这里降的幅度 都超过了 现在这个水平 你看 我们看2018年 这里更门 这里从这里 这里降了20% 是吧 你看 这里降了 这个 2017年表现很好 16年的话 也有这个背话 你看到没有 大家看一下 从这里 你看这里都有将近20%左右 是19 17% 快20%的回调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看这个东西呢 就是 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回顾历史 回顾历史 其实此时此刻 也就在接下来2020年的时间里 基本上可以100%的可能性 会发生这种5%以上的 至少5%的回调 几乎是100% 因为前几年 每年都发生 几乎每年都发生 所以今年的话 我觉得机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如果接下来大盘 如果从这里 再降到这里 也就是说 大概是百分之 差不多7%左右的回调 所以这也是 回顾股市的 美国股市历史 也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正常 之前几乎每年 我看 一两年都 几乎每年 一两年都发生一次 是吧 所以说我想要表达什么 就是 我说市场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开始恐慌 非常正常 我都 我们见怪不怪 长时间往股票 人都 我想都 都应该免疫的吧 是不是 我想你们 就稍微玩长一点人都应该免疫的 那我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现在已经开始反弹 就我刚才是2点29方开始录视频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里如果再破的话 这里就开始继续有大的幅度的下降 所以说这一代 这一代是一个关键的教育 我觉得很有可能 最佳情况就是明天 这个点就是今天的最低点 然后从明天开始 从这里一直往上走 一直一直往上走 我是说如果最佳的状态的话 所以说这一道反省非常关键 所以说我明天 我估计很多股票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说开盘 会大件 那马上就反弹回来了 会时不时都发生这种情况 像我的话经常就是早上被打止损了 然后下午又反弹了 以前我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现在的话 我就是有时候 如果真的被止损的话 我早上如果说10点21点 大概是上午时间 有时候我会直接再买回来了 是这样子吗 OK 那我们就现在就看看我现在关注的股票吧 我其中我是一个先看看苹果吧 苹果啊 其实不用看这个 我做了苹果吧 AP APL 好了明天的话我估计99%的几率啊 sorry 不要说不要那么高吧 我觉得这样也讲话不好 百分之七八十的几率吧 价格应该是在30605这附近 明天的话应该是在这里 然后呢就快速反弹 呃我个人认为这里就是 是做日线比较好的机会 就是马上降到这里 然后再反弹 如果前提是如果说此时此刻大盘 如果能够从 这里开始我如果说可以从此时此刻的价格 开始反弹的话 一般来说明天的形式就是这样子吧 所以说可以关注一下现在隔夜隔夜的这个大盘的情况 就从这里下来马上反弹 但是至于要不要等到最高点的阻力 我觉得可能没有必要了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实在是 呃我觉得 就是可以你认识可以可以这里买进去 然后在这个三三三百一十五这个地方 可以做个短线的这一波吗 就从这里买进去 然后这里测量 这就是一种比较短线的操作 好这里买进这里测量 好我们明天看一下有什么情况 所以说可以特别关注一下明天开盘 头几分钟头十二十分钟上半个小时的情况 下一个是看什么股票 UTX其实我们再回顾一下吧 UTX我跟大家一起说过UTX跟我想的是一呃就是吻合吧 就是说听到说过吗 上周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呃在这里是吧 这里反弹我已经跟讲过就不说了 跟我想了一模一样下个是RTM 呃也是一模一样 我都已经讲过我就不多说了啊 可以回顾一下我上个视频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上个视频 那当时我是在星期四的凌晨做了 然后很多在股票在星期五开始 就是有不错的表现 AVGO 你要我今天买的AVGO 呃我估计明天可能会降下来 估计接下来明天我这张可能会被打掉 接下来就能到这里的就是在300的价格啊 我可能会准备杀进去再杀一次我看看到明天我再看什么情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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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说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反弹了啊 啊 这是我现在说的这几个股票都是在啊 比较大的support附近吗啊 啊 这些股票吗 下一个是 下一个是 是哪个啊 啊 verizon 我就不说了 ADM看一下 ADM OK ADM现在也相当的不错 也相当不错 也在这个附近 下一个是 我直接让另外一个屏幕看一下 ACM 我看现在在ADM 然后 ABGO对 刚才跟说ABGO说过了 啊 GPS 那其实 我看一下GPS 也可以关注一下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看一下GPS 我加个GPS吧 明天什么反应 然后是Cisco yes Cisco好像跟大家讲过了 Cisco对 呃 Facebook Facebook啊 Facebook要关注一下 我在Facebook 呃明天我估计他会降到 目前的速度应该是降到 205这附近吧 或者说更低一点 202这附近 都可以 这附近 下一个是MRK 已经讲过了 Verizon Verizon最近也是在附近 Supportable附近 这里吧 呃 夸卡对夸卡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就夸卡可以关注一下 夸卡可以关注一下 哦 对我自己另外一账号也有买个 不过这个感觉马上就要降到这里了 我觉得夸卡会降到 啊明天开始到85.50这附近吧 啊对这样的 呃 基本上这样子吧 其实啊 我想最后再说几句话说成什么呢 就是 呃接下来这段时间我要做好什么卷备呢 就是第一点就是我要告诉自己啊 千万不要 千万要知道自己要做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自己 自己比较拿手的或者比较专注的做什么东西吗 啊我是我是脑中心在讲嘛 该止损的就要止损 千万不要 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时候比较顺利嘛 然后你会有时候会觉得 哎呀我不想再止损了吗 会觉得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甚至呢 就 就不承认 接下来可能会亏钱吗 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呃还有什么呢 对 还有就是说 知道自己要关键的价位吗 是多少吗 一旦 跌破了 一旦过了那个地方就不要再埋进去了 对这个这点还是非常重要 我要我要我要想准备清楚清楚一下 对 呃 我觉得对于做股票来说吧 我就遇到这种这种盘面也不是什么坏事 就是给给给自己个断练的机会 我觉得是非常其实也是不是什么坏事吗 对我说单纯从炒股来说的话 不是什么坏事吗 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 甚至等于说有点像是一种考试 你把它当成一种考试吗 对不对 看看自己能不能考及格吗 是不是 我就知道这都是个好的现象 好的事情吗 呃好 这是大家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呃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明天 呃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不好 OK 祝大家 小心行事 好 谢谢大家收看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上期再聊 拜拜